哈囉大家好我是Mia Kirby 這個是原神 夏日活動 歡夏邪龍童話國的 地圖探索流程 那 在這次的活動中呢我們第一天解完故事之後 那我們看到的是伺服陣營這邊有塊地圖 那地圖裡面上面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新的解謎玩法以及寶箱 在等著我們去探索 那同時還有一些什麼硬幣喔可以讓我們去收集一些模型啊 那放到展示櫃上面之類的一些設定 那 我想每次都是這樣吧那就讓我們直接開始 這一次的這個探索流程吧 那我自己呢偏好的是從我們最開始劇情讓我們進來的這個地方 他說我們是 打開一本書被吸了進來 醒過來之後呢我發現這裡有個非常大的壁畫 根據那邊人所說呢我們是從這個畫面蹦出來的雕這邊來 那也是算是蠻特別的一個方式吧 去年是從 是開啟一個瓶子然後念了一些咒語之後呢被吸了進去 這一次呢是打開一本童話書 裡面也是童話故事一般的世界 所以我就希望我會想要從這邊開始 那探索路徑的話呢 自然呢我會想要先把 一開始前面的這個區域 先探索完畢 之後可能 這一整區都探完之後呢我們可能會 開始移到這個 地圖的 西藩邊 把西藩邊這些青蛙啦然後這些區域都完成之後最後呢 再把北邊的區域給完成 這是我這次探索的這個路線規劃 OK那就讓我們直接開始 可以看到最底下深處呢這邊是有一個寶箱的 然後三隻史萊姆在守著他 我們先把上層區稍微確認一下 免得下去之後就拿得上來了 這邊理論上應該是不太會有東西 不過 還是得 看一下才知道 看樣子是沒事 我們先循著這個路線 一路的慢慢的往下走 畢竟 從現在的視野裡面看的話呢我們只有看到一個寶箱 其他都沒有 OK 目前看起來是都還好 畢竟是 地圖的邊緣喔然後慢慢的往中央靠攏 所以 自然而然這邊理論上本來就不太會有可能會有什麼太多的東西 然後這邊呢就是我們看遇到泥路的地方了 那 四幅小屋 我們就先轉個彎喔 然後呢 開始探索這個河域 這個河域的這一條河域的這個區域喔 這邊有個圈圈 感覺上就是要我們 要讓這隻青蛙呢跳到這個 圈圈裡 好那我們就慢慢操控著他喔 他還會自己調位置吧他調到中間去 這樣應該就沒問題了 非常簡單 我掌握到訣竅了 因為他們 他們的青蛙呢很喜歡跳躍喔 那跳躍呢也算是他們可以競技的運 算是可以拿來競技的運動 比賽的運動 所以他們都很重視 這個花能夠做什麼嗎 感覺上沒有辦法 然後這邊有一隻驼獸 說好可怕 應該是被史萊姆嚇到了 他們怎麼還在 別擔心 讓我們處理掉他們 賣不到個一百 好那輕鬆的把這個戰鬥寶箱 拿到熟 然後他還要感謝我們 請收下吧 這是我們 謝囉 因為他們是調酒的 所以他身材會有很多水果 他後級是 鳳丹的名產 我這邊就會跑到宇哥堂了 那 我剛才講了我們要先把這一個 東部的區域 先把它完成 所以現在呢我們 最好是先尋 先到這一塊吧看一下 然後呢 再去那個伺服小屋看一下 其實這個中央這個區塊好像也是 也算是宇哥堂吧 沒關係我們先看這塊就好了這塊先不管 總之就是先把東邊的房屋的那個地方搞定就對了 然後有路過的湖光靈蘭 順便再收集一下 上面好像有些奇怪的圖案 不知道是一個史萊姆還是什麼眼睛跟眨眼的感覺 這可能是因為劇情還沒有到所以我們還沒有辦法 還沒有辦法去做探索 還沒有辦法去做解謎跟 處理 這個也是 沒辦法的事情 我只能這麼說就 第一天就想要把這個區域 給100%的話 有時候是蠻困難的 畢竟存在的一些可能我還沒有解鎖的功能 這邊其實也特別空喔 我也不曉得這裡會不會之後呢 有所謂的支線任務或者是 主線可能會跑到這塊說不定 所以我沒辦法確定喔 這個區域今天能不能100% 但是我們就先盡量的把幫我們能夠探索的能夠做的 先做一做 靠近這個屋子之後呢 它有顯示出一個類似像是 這個其他地圖的神童啊 等等的一樣功能的東西 在這個故事裡面 在這個童話書裡面的世界的話呢 它是一個 樂章吧 關係樂章 很常見的就是會在高處 優越的片段 這個東西最好是多收集 之後可能可以拿來換 這邊是扭蛋的部分 扭蛋機在這邊喔 但是扭一次需要5個硬幣 那目前呢是沒有硬幣的 所以也只能作罷 這裡有瀑布 屋後面沒有東西 OK然後呢 走著走著也到達地圖邊緣了 所以就不用著急了 那就沿著邊緣 稍微再看一下 然後底下的話呢 就會到北邊的區域了 我們就先不急著過去了 以這邊為邊界吧 然後呢 再稍微再仔細的 把 這附近的區域 探一探 橋底下有沒有東西呢 沒有 這邊是劇情的部分 應該也沒有東西可以探索 所以其實老實說吧 東西還蠻空的 目前看起來 這並不是件 很糟糕的事情 這表示我們探索流程會比較短 比較不會那麼花時間 不是兩篇都可以的 豐富也好不豐富也好 我都可以 我自己私心會比較豐富一點 我是熱愛探索的玩家 但是並不是每個玩家都喜歡探索 所以 不好說 然後這個是劇情裡面 我們 開導那隻紙蛙去 讓他回憶起該怎麼唱歌 的一些橋段 不曉得在地圖探索後面會不會遇到類似的東西 不過辦法超越大隻嗎 蹦知道 跪在克服內心的障礙 現在我們的地點在於 在中間這一塊區域 OK那沒什麼問題 我來幫忙吧 然後 幫綠色紙蛙搶先一步道達終點 啊撞到他了 輸了 他使用他的身型 他使用他的身型來 阻擋我們 再試一次 一開始還不知道要幹嘛 而且他一開始面對方向很奇怪 我就想他就是 別有用心 一旦知道之後呢 問題就不大了 OK 這個寶箱搞定了 然後底下我們剛剛才去過 現在可能就 雖然是很唐突很快 這一邊幾乎沒什麼東西 然後 可是這一塊我們好像還沒有看 等一下最後再回來好了 我竟然都已經跑過來了 現在可能就先直接往底下的方向前進 就這一半邊 這方面應該蠻多東西的 這次他有寫探索度嗎 哇 待 這一次他探索度直接不見喔 為什麼 為什麼為什麼要把探索度的東西拿掉 這樣我怎麼知道我 算了吧 好吧 很狠 這一次 把探索度這種東西拿掉 好 好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寶箱嗎 跟限時挑戰喔 上面呢 上得去嗎 應該可以 這次怎麼會 不是啊為什麼要把這個探索度的數字拿掉 我就是想知道我們遺漏 東西嗎 遺漏太多嗎 理論上這上面應該不太可能會有東西 但是 保險起見應該要看一下吧 特別是現在連數字提示都沒有狀況下 那漏洞東西是非常容易的 然後也完全不知情 好上面這邊沒有東西喔 那就不齊了 好我們再折返跑下去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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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老大的意思是 對森林善良將被回以暴打 聽他講的話就獎勵了 OK very good 開啟這個傳送錨點 然後這是青蛙需要跳躍 哇這也太遠了朋友我來幫你 指揮我移動荷葉OK 巨龍吧然後我們等他跳過去的時候再分讓他分開他就回到了他的這個 分開吧 OK一個比較複雜一點點的 這種玩法 然後這邊 一路往前解喔就會發現又有東西可以玩 羨不及 因為剛剛還有一個限時挑戰吧 剛剛已經看到了 有兩個限時挑戰一個在這邊 我們先去對話那邊好了因為這樣我們會比較了解 畢竟我們從這邊過來的 這樣會比較順 二十六十鳥內收集二十個威力 好收集完畢 跳上來之後呢這邊剛剛是賽跑的地方 然後這裡還有一隻青蛙需要我們的幫忙 然後前面這個荷葉會移動喔所以會比較困難一點 不過我相信 應該難不倒我們 好成功 噴上去了 噴上去了 的話會遇到這兩隻鳥 要查 高麗菜 然後他們很傷心嗎 把他們的高麗菜偷走了是不是 害誰啊 這裡還有東西嗎 好像沒了有點好奇上面那個 荷葉有沒有包東西 如果這裡沒東西的話我們就先繼續往前走囉 這裡還有個限時挑戰 六十秒內收集四九個 荷葉上有這些能量喔 只要收集到之後就可以跳高一次 在哪裡呢 剩下的 在這裡 然後瀑布底下也有這個限時挑戰 沒關係 我們先順著這個河道喔然後剛剛有看到另一隻青蛙需要幫忙我們先看一下 這邊也是複合式的 先調整這邊 要趕不上演出了 但這水柱跳不過去 不急我已經來幫了 就讓我來幫助你吧 調整一下 再調整一下 噴上去 然後踩著這個上來 他自己跳得過來 非常優秀 等一下先不要 這裡是不是要靠他 阿綠阿綠你在哪 好這是他 這邊 和他來調整 再調整一次 吼 跳 高高高的跳起 跳高高的跳起 會不會太刺激 我會掉下去吧這樣子 順便讓他自己跳 拉到底直接讓他自己跳下來 OK 月圓隊已經準備就緒 然後可以開始演奏 演奏小遊戲的話那個伴伴伴伴伴那邊我就不會了 沒關係我就讓我們試試看吧 照著節拍他們跳一個節拍去跳 來 你 我來 你 你 你 我來 我來 你 你 我來 你 1 2 3 跳 好 成功了 最後一個還特別慢 慢了三拍 等了三拍才跳躍 要稍微 聽聽音樂 然後稍微數一下節奏 畢竟我有玩音樂遊戲所以節奏這方面其實我自己心裡面 可以用感覺的感覺出來 不用特別說 寶箱寶箱快藏好 我們要來幫你找出來 對不起喔 我拿走了 哇 被你找到了 我本來因為他們很傷心喔 就他們的樂趣被我剝奪這樣 上上 右下下 也就是說我們其實是可以踩那個然後把它當成這個機關 定時機關了 那如果要上去的話是可以這樣做的 我們剛剛這樣子一路這樣從這邊探然後稍微檢查一下上面的區域 然後呢又稍微探了一下這邊 但是這上方的區域是我們還沒有動的 所以我是覺得既然這樣我們就直接把余下的這一塊 探完 拉悶的是為什麼沒有探索度 我覺得探索度這個東西很重要 然後其實可以看遠方的地方啊 但是 我相信喔 那裡根本目前是完全去不了 可能可以去到這邊啦 到時候再說吧 現在這邊太高了 不用擠得下去 然後那邊其實還可以再往上跳 所以地方還蠻大的 所以我看到一個終點線 那青蛙在這邊 好 你需要那麼複雜嗎 我們只是要到終點的話 其實 不管怎麼跳都可以啊 沒有必要 硬要往上跳吧 跳到上面的平台之類的 大師我誤了 蹦知道啊 這裡有東西嗎 沒有 好 兩青蛙非常 平靜的在這邊休息 繼續往上跳呢 有看到一個 又是這三隻小老鼠的 天啊太簡單了吧 OK 抵達 拿到這個東西 優越片段 再往上跳 有一隻 一隻佗獸 升高跳八荒 舉目 啊脖子好僵 需要幫忙嗎 老夫於此 此戒 請私哪知今日博頸不是 願君助我一切之力 那我們開始吧 旋轉方向 旋轉方位點頭之力 先向他點頭之力 荒草持盤花生鬧 歡歌潤雨 愁自消 再向凌峰王國之矣 呃凌峰王國 在哪里 凌峰王國 這個吧 若有清風之我矣 便斬短矣 繞之燒 向星鬼王臣之意 借問歡笑合出來 且看星辰照輪台 不得起看太多了是吧 痛快痛快 謝君相助 好的 然後呢 借高我們看一下 還有沒有什麼值得一探的東西 沒有的話呢 我們就往這個 池塘的 中心地點前進了 看起來 我們一路這樣子探過來 應該是差不多 我們可以站在那個荷葉上面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來不及了 OMG 應該就只當電梯而已啦 然後小地圖提示我們這邊 這裡先有首先有個石柱 你們這樣有什麼意見嗎 沒有 上面有個歡樂 什麼 忘記他的名字 歡樂的 片段之類的 優越片段 我腦袋真的是 這邊有個戰鬥考驗 你們這是鬥雞場嗎 好 解決了 你們有話要說嗎 沒有 就開開心心了 好 開心就好了 有聲音喔 有聲音喔 但是小地圖 小地圖並沒有顯示出什麼東西來啊 喔 因為太遠了是不是 欸都捏 再來的話要去哪裡 剛剛是一路從那邊跳了過來嗎 這邊可以再稍微看一下 好那我花了一點時間喔 從這邊呢繞了過來 然後呢又 到處又繞了一下 然後 這一個整個池塘裡面呢 其實 也沒有什麼東西了 我甚至呢還跑到那個 主線裡面呢 我們跑到那個瀑布裡 像機油泛軸那樣子喔 一路呢跑到 裡面的洞啊然後 一深入進去 裡面也是什麼都沒有喔 而且甚至其實想要再多 再體驗一次那樣的機油泛軸體驗也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這個區域很空喔 對 就真的沒什麼東西 然後在那邊繞一繞去其實 就只是浪費時間喔 沒有 並沒有什麼 東西是可以處理的 所以我覺得非常可惜 因為其實在裡面可以放的東西還蠻多的 甚至那個機油泛軸呢 那個地方我們可以 可以這次把那個水流全部全全交給我們自己去控制 然後呢 完美完美的體驗完那一次的那個機油泛軸之後呢 再給我們一個寶箱之類的 如果很偷懶的話其實這樣都可以做 因為我覺得那個地方做得非常的好 那 如果只能在主機裡面體驗一次的話也太可惜了吧 有點像是去年的 去年嗎 對去年那個雲霄飛車那種體驗 雲霄飛車那個會暈嘛 可是我相信這個機油泛軸不會暈啊 不至於 不至於那麼暈喔 沒有 沒有辦法重現我覺得好可惜 真的蠻可惜的 那就 總之就這樣子吧 所以呢一路走過來 我們基本上呢已經把 這一整片南半邊的區 全部都探索完了 剩下的呢就是 這個房間下來了 這個從這個區域 一路往下蜿蜒的一些 崖邊的一些 設施啊 一些地方還有河底 這些區域 那其實從河底區的我們剛剛 前面就有看到 底下是有寶箱的 還有一些挑戰啊等等的 看起來數量其實也沒有很多 所以 有點失望 希望 這只是開頭吧 對啊因為 你看這邊都沒有東西 我並不是說一定要塞得滿滿的 哇很多 很多寶箱啊很多 解謎啊我要做啊什麼的 就但是這會不會太少了 上面那個區域什麼都沒有 幾乎基本上 就幾個寶箱而已 沒有 好然後 單純的這個 戰鬥 戰鬥寶箱 先思考一下接下來我們要怎麼走比較好 再來就是凌風王國 我們可能先把 這一區河底的區域呢都先把它探完好了 一路 一路延伸到這個極限喔 也就是所謂的西邊的地方 之後呢 再回來這邊 開始凌風 王國的方向前進喔 這邊有限時挑戰我猜就是往那邊跑的 這邊就是要你多多利用這個東西 閃掉敵人的攻擊 好 開完寶箱 然後 抵達這個區域喔 這可能會是第二天的故事 的場景喔 我們先把傳統毛簾打開稍微 看一下這附近的地形吧 那 我覺得有87%這邊是空的喔 所以 坦白說每次的夏日活動我都還蠻喜歡他們的探索 而且 先不要急得下劫雨吧 先探完吧好不好 先探一探 有什麼要講的 可能 影片的 結尾再說吧 這邊很明顯是一輛車子可以列車嘛 在故事裡面有講到要坐列車前往那個新鬼王國 那所以這邊其實沒有任何東西 再來的話呢 我們 可以跳上我們是可以跳上去啦 然後 因為我覺得這個這邊大概是任何東西都不會有 那可能也因為 我不曉得是因為故事還沒有開啟 所以導致說寶箱這些東西也都還沒有啟動了 沒有出現 還是說他就制服空喔 如果說因為這樣子導致說這次沒有探索度然後大概可以理解為什麼 因為沒有必要嘛 就沒有東西啦 就什麼都沒有 你也不需要探索度了 這邊是有怪啦 然後 然後 慢慢的靠過來呢就會越來越接近 這個凌風王國 也就是我們還沒完全還沒來的地方 在故事裡的話 高高跳起 跳上去之後發現上面有個球球人啊這應該是有東西的 沒東西 沒東西 至少你有放一隻怪在這裏嗎 謝囉 總比什麼都沒有好吧 是不是只能這樣想 前面有一個優越片段 他們無話可說 我也無話可說 這邊好像是主線的時候 看到的一個東西 有一些礦石然後進寶箱來 寶箱乖乖 在這裡啦 我還以為是要 敞在礦石裡之類的 生活在凌風王宮的飛鼠適合上飛行 靠近後使用互動鍵可以與他合作 然後指揮器透過花環 合作狀態下 敞按攻擊鍵會顯示軌跡 鬆開攻擊鍵 他將依照指揮路 喔我們可以指示他怎麼飛 然後飛鼠飛這鏡頭的時候會立刻折返 只有在命中花球後飛鼠只要停在空中 等於使用攻擊鍵將你召回 好所以是飛鼠的 一個玩法 這邊又一個戰鬥考驗喔 我們先把戰鬥考驗搞定吧 剛剛沒看到 1",3 mm 1...1 2,1 1...2 2,1 1,2 2,3 2....1 2,3,2 4,2,3 全部丟臉耶 OK 輕鬆的搞定了 好棒棒 他說 好那看一下我們剛剛怎麼走的 一路上從這邊走過來 然後呢 一直沿著這邊 前進 現在的話呢我們可以先回到這個地方 這裡有些建築物我們還沒有走過 然後崖底這邊 靠近 這個崖壁這邊呢也有一些建築物是我們還沒有去過的 所以我們也可以先去看一看然後呢 再往這個林峰王國前進 因為林峰王國還是有些東西可以去探索的 然後 在探完之後我想 就沒了吧 非常 輕鬆的 一次探索 算是有史以來玩原神 新區域裡面呢最最輕鬆的一次 輕鬆到不可思議 這裡還有一個飛鼠的試煉嗎 看起來很像是 是喔 對 來我們試試看空中飛行第一課好難 長按攻擊鍵的話我們可以知道他的飛行軌跡然後呢 規劃好之後放開 沒有成功嗎 挖球 還有 還有他好很多就對了 挖球 喔我知道了 他要 要讓他回來的時候穿過圈圈是不是 然後回來的時候一開始是先引導你 就有點像回力鏢的玩法喔 真不錯 OK 有點像回力鏢的樣子 底下的話我們剛剛去過了吧 記得沒有 記得是 沒有什麼東西 然後這邊的話建築開始進入了這個凌風王國區域了 同時這邊還有一個飛行的考驗 縮起生死睡覺的花朵受到飛鼠的衝擊 角色攻擊等撞擊之後呢會打開花瓣 並伴有強大的起床器可以吹動花環 所以我們要去撞花 去碰碰氣氣花吧 氣氣花喔好 然後最後再飛回來 好 吹起的氣流會剛好把那個花環往前推喔 變成一個軌跡是我們可以去撞到那個花朵的軌跡 意思應該是這樣子 去看一下地圖 上面的區域 這邊其實可以再走一下嗎 這邊有一隻駝兽我蠻在意的 在意的他這個很奇怪的位置 我會蠻在意他的他在這邊幹嘛 你們有話要說嗎 沒有用好沒事 下面有寶箱 至少知道 然後這個建築物我們就沿著這個建築物走 一路跳過來 來 高跳躍然後呢拿到這個東西 OK 那邊的高牙上好像就 算了 走一邊看看吧 我覺得蠻高機率是沒有的 因為 這張圖目前蠻空曠的 是的沒東西 底下這裡當然也沒有 有一丘丘人在跟他們 跳舞但是他們這兩隻老鼠沒看懂 他們不見了 嗯那兩隻老鼠跑哪去了 嗯 OK 好吧 難道是下面的 這個洞窟嗎 這裡還有個洞窟可以探索 這邊稍微有點複雜 所以我們 一層一層探 然後在心中稍微構築一下 大概的路線 克朗謝 看又來了兩位勇士 是想要來挑戰北風吹流的嗎 來往這邊走 我期待您能夠飛的比誰都好 冷靜一點我一句話都還沒說 飛行不用冷靜 這位客人絕對不需要 冷靜只會讓你對風的感受變遲鈍 只有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 面對狂風才可以發覺出自己的潛能 如今的飛球就太彈小了 完全遺忘那篇勇敢的北風裡的教誨 只是站在安全的地方 讚嘆樹葉隨風起露霧的勇氣 自己卻怕中怕西不敢輕聲踏進風裡 這樣下去會不會怎麼和 公主殿下一起守護整個王國呢 沒道理啊 還真是會有活力的飛鼠呢 看來他是真的很喜歡飛行 跟安博一樣 所以我們就找了幾個 吹流格外激烈的風道 還在裡面射的各類機關 只有最勇敢最擅長飛行的勇士 才有辦法通過這條風道 兩位客人你有嗎 試試看吧 好的 請跟我來風道就會不遠處 這個是任務嗎 喔不是這是直面狂風的吹拂 小遊戲喔 勇敢的北風 這個才是 我在上個劇情 流程裡應該要去的地方 好吧 真是 完全搞錯了 這邊還有個限制挑戰 通通看 喔這就是他講的勇敢 這就是勇敢的 北風吧其中之一吧 不是 喔 怎麼沒有風了 完了 我想我們重來好了 讓我們再試一次喔 有時候這個陸機 鬼機沒有弄清楚喔 那就 就GG了 所以是飛到這邊好大的翅膀 風之意嘛 沒有漏掉喔 沒有漏掉喔 鬼機大概已經知道了 你在這邊的功能是這樣啊 誒 靠腰變錯 白癡 變成寶箱 寶箱很 我等一下還會回來找他 回來找他 你怎麼變個寶箱出來 你要嚇死誰 既然我們都跳下來了 看一下 我的樹莓 發生什麼事情了 他的樹莓被搶走了 我們必須幫幫他 被誰 跟我走去山洞看看 這些樹莓全部都不見了 我也很缺樹莓 停 前面有奇怪的傢伙 敲敲從旁邊走 我們一定會被發現吧 被發現了 你好厲害 我們要小心行駛 不用啦就把他們全殺掉就好了 不要想那麼多 也有很多 有很多 樹梅都在裡面 可以請你幫幫我們嗎 然後你們的樹影也過來了 太厲害了吧 請把樹梅還給河邊那傷心的朋友吧 所以樹梅在哪裡 在我們身上嗎 這個洞窟也蠻小的 我本來以為還可以 有一點深度之類的 然後多一些東西 這是走精簡風 好吧 他太厲害了 那會好心的幫著我 謝謝你收下這個吧 然後給了我們個封場 沉著這個封場呢 我們可以飛到剛剛這個傢伙了 他剛剛在 拿變錯東西的時候呢 變了個寶箱出來啊 我實在是無法視若無睹 喂喂 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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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要交出來的意思 我本來想說可以跟他要 可以跟他要之類的 再變一次這樣子 好 把剛剛的飛行結果跟他說一下呢 挑戰如何 歡迎封到 一樣的對話 我們可能還是看一下這次活動的頁面吧 他應該會講 繽紛見聞吧 然後 北風閃城 喔 我們剛剛完全沒有完成 這在哪裡 在這邊非常遠的地方 好那我們到時候再處理就好了 然後這上面有寶箱嗎 有人要玩搶樹梅嗎 我玩啊 一人一個 我說抓才能抓 預備 準備 按錯鍵 按錯鍵 好但是 成功了 還有一個寶箱喔 所以接下來會困難喔 繼續吧 只能搶到樹梅 不能搶到其他果實 其實你知道一件事情嗎 我可以不要走路就好啦 我就等 好 恭喜你們完成所有挑戰 又沒搶到 OK好 結束了 我們飛鼠飛得過去 飛進了屋子裡 我們還在探索的狀況喔 所以 這邊有個任務啦 但是 先不急吧 我們先探索 這邊有個秋秋的營地 然後他們很害怕喔 然後他們很開心喔 所以我的樹梅都是我的 拆不掉啊這些東西 仔細看的話 前方區域是一些福島 我非常的懷疑 這裡真的有東西嗎 按照剛剛的慣例是沒有啦 有可能是因為區域還沒有完全開放 所以導致 對 導致可能沒有 那這隻是怎樣 他在等我 你也是來接受試煉的嗎 什麼試煉 這是獻給客人的禮物 公主所有請收下吧 謝囉 開啟傳送錨點 可怕的腳印 仔細看的話 後面的區域 有些高低起伏的地形 然後飛鼠可以飛來飛去 老鼠飛不了 真的對 確實會羨慕吧 這之前任務 我們就現在先來解一下吧 公主殿下您怎麼來了 飛鼠公主 先去拿回聖物再做打算 公主殿下不行啊 太危險了 那看來你們有更好的方法 薩伯蘭大臣你先說 禮告西梅公主殿下 我跟蘇法蛇 我跟蘇法蛇 我也傷害多久了 正是如此 我要找守護者 要選拔守護者 然後陪著他去 那沒的時候我們要怎麼 確定選拔證 就是我們要找的守護者呢 這個 兩位大臣不用擔心 趙月如此危機 但恰恰和傳說中所記錄的一樣 危機降臨時 守護者也會隨時出現 此時此刻我要做的 就是將守護者引導向陣路 不是我們嗎 而且整個王國裡 我最擅長的飛行 由來判斷守護者實際 再適合不過 但是 那您去 老陳恐怕腳腿不靈 無法在空中任意飛行啊 那薩伯蘭叔叔去 我的眼神是在屋裡 只怕無法看清受試者的動作 所以你們兩個閉嘴啊 好討論結束 兩位繼續在王國裡 主持事務 選拔事宜在原址上繼續進行 由我親自協助 有什麼好玩的嗎 嗯 歡迎來到凌峰王國兩位閣下 也歡迎您參與王國守護者的選拔 您之前應該沒有參與過 我們凌峰王國的選拔吧 公主大殿下連這都知道嗎 您和我國成名樣貌大不相同 如果參與過的話我一定不會忘的 閒話少說 正好我要去聖務所附近主持選拔一次 我們就同行吧 兩位大臣王國的事物交給你們了 在我找到真正守護者之前 盡量不要讓這棵被弄倒好嗎 唉 老臣遵命公主殿下 那麼兩位客人請先跟我來 在正式開始選拔之前 我還和些術業師想要告知您 聖靈與公主的支線就這樣解開了 然後我們看到小地圖提示 他提示說有一個片段在最上方 希望不會再來了 OK 那我們拿到了 與此同時我記得還有一個 是在屋子處 屋子的上空在這邊 剛剛我在爬的時候就看到了 這個我們也是先把它拿起來 這些可以的話先收集 然後這底下還有寶箱 所以建築物後面 城堡後方的區 我們是可以先去探索 我們是可以之後再來探索 我們現在因為已經接到任務了 那就 接到任務的話就先去 先把任務解決掉 他要我們飛往下方 那剛剛我們是在這邊清理營地嗎 那剛剛好 可以喔 就是這個我收覺得很空的地方 在這裡稍等 我先為兩位介紹一下試煉的情況 還有一些注意事項 哇公主殿下也在接受的狀況 該說不愧是公主嗎 我突然說要接受他好像也不驚訝 嗯 喔 是我接受太快讓您不適應嗎 非常抱歉 老實說 像您這樣突然過來想要接受試煉的飛鼠 其實並不在少數 我已經習慣接受這些東西了 至少在那頭龍襲擊王國之前 有很多人前來櫻木 聖地現在很危險 是的 如果我之前所說 不久前有一頭巨龍路過我們王國 雖然奮力將他驅離 但他要離開前採碎了我們 存放生物的聖地和試煉場 原本穩定的試煉環境便發生了巨變 風向也捉摸不定 有些試煉環境難度還暴增 本來有一部分的櫻木者 應該也可以輕鬆過前幾關 但巨變之後他們連追憶開始都過不了 那個角度講 如今的試煉反而更能考驗櫻木者的實力 也更能選出有實力的王國守護者 我好像有點實力 我也是 好吧 那閒話就先說到這裡 我先為你們介紹一下事件的情況吧 簡單來說 在這場事件中 候選者需要為一位飛鼠夥伴指引風的流向 幫助他飛往正確的方向 不要擔心 這件事並不複雜 只需要看準風向 做出判斷就好 當然 您也無需擔心方向問題 在這個王國中任何風都無法阻擋我飛行 那就開始吧 兩萬一請打擊精神 OK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還沒開始 我們還沒有開始 OK hold your horses 是要讓他飛是不是 你西梅的風 哦 看狼配的不錯 你的判斷力非常準確 哦 是我們要做出判斷 只有身懷卓越飛行能力的西梅公主 才能夠延遲風到御風而行 普通的飛鼠會被花走強烈的騎床氣給下腿 為什麼他 等一下 為什麼他跑回去了 剛剛是不是按錯鍵了 我剛剛想說再按一次T進入這個飛行模式 取笑的話他會回到原點 小心不要再按到T 不要按到T鍵 好 前面是最終的試煉 我們應該要先想辦法把它敲開吧 這樣子他要起床氣之後呢 讓他這樣順風而行 好這邊我們要趕快飛過去 再讓他回來 如何呢 公主殿下好厲害 這麼的輕鬆就飛過去了 兩位對於風向的判斷也很準確 看來的確有挑戰試煉的資格 那我們就盡快前往存放生物的地點吧 希望那頭巨龍不要捲土重來 我是一個生命但不是生命 剛才是什麼聲音好像有誰在說話 旅行者你有聽到嗎 聽到是聽到但沒聽懂 哇公主殿下走遠了 先不管這些吧 我們先追上去 我們先把傳送保險打開 這有洞窟令人在意喔 但是 因為公主殿下先離開了 所以我們還是先 跟著他走吧 他跑好遠喔 oh my god 他跑太遠了吧 小 November 欸 или well 一個 dro 一些 我 好 不 唉 不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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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跟隨公主的地點跑到這邊來 順便把這傳送毛鐵打開 公主已經在這邊等我們了 這就是原本存放出那個生物的地方嗎 這就是龍的 踏影吧 那條龍應該蠻大 這腳印真的是夠大夠深 也許是我們驅趕巨龍的時候那條龍把那條龍擾路了吧 生物就在下面 只要通過事件就可以拿走了 我還以為會有什麼封印啊 所謂啊之類的 結果生物就是很普通的放在下面 好像沒有用來阻擋的東西 應該是有封場吧 你說的也沒錯 這座生物的確有一層封印 也就是你們所看到的試煉 按照王谷流記要取出的話就必須要通過 相反的 如果沒有通過試煉就取出來的話呢 那麼生物也會失去生物的意義 即便是我 也必須通過所有的試煉才能夠將生物作為生物完整取出 受試煉者與試煉是完整取出生物的必要條件 缺少了這個條件 最好的情況下我們拿到手的也只會是一塊毫無作用的石頭吧 最壞的就是被詛咒 那我們還是乖乖的接受試煉吧 我們先穿過去 我們先穿過去 然後 讓他從這邊飛回來 來 他剛會飄耶 好 沒想到你們對風向的判斷竟然這麼準確 你們和我一樣是飛鼠的 想必可以輕鬆通過那些瘋場 派蒙也很會飛 是嗎 那樣最好了 細菌為止你是看過我最像樣的櫻木澤了 那我們繼續兩位 先來風陣好喔 沒問題 嘿嘿一切都很順利耶 說不定我們真的是公主殿下要找到守護者 公主殿下才是真正的守護者 他很厲害 聰謀 誇獎 老實說在巨龍破壞聖地之前我自己早就已經闖過許多次試煉了 當論飛行實體我自信不會遜於任何飛鼠 之前那些櫻木者連前幾關試煉都無法通過 誒 那公主殿下竟然有通過試煉不就可以拿走了嗎 可惜 我尚未獲得認可 什麼意思 什麼什麼都是那個聖物說的算 那我就不清楚了也許聖物認為我沒通過吧 難道還有什麼隱藏關卡嗎 就結果而言聖物始終沒有為我亮起過 但是您恰好在王國如此危機時來訪又如此有本事 我相信你們一定會被認可 繼續吧還有最後一道失戀 有人嗎救命啊有人還在底下 好他的允許範圍還蠻廣的 好他的允許範圍還蠻廣的 這不是跟剛剛一樣嗎 看來有些沒收的客人造訪 兩位可以請您家他們請出這裡嗎 任命他們不能的話我們正式就要被耽擱了 兩位果然伸手高強 七七花似乎出了一點問題 那這一段就由我獨立完成 請您在旁邊戒備免得又有客人不請自來 接下來我們該去接受聖物的審視 有人啊救命啊 有人困在裡面 從剛剛就一直聽到 通過啦 旅行者我們是守護者啦 這就是用來認可守護者的聖物嗎 怎麼那麼像瑪利歐銀河的那個 星星 金金 咦這個聖物上面還刻了些什麼 好像是一句話我看看 故事尋到規矩往復來回 但每一篇都應當有自己的路途 應該是鼓勵牧者前進的話吧 這句話一直被刻在聖物上 我也不知道怎麼來的 我覺得這句話也許是和王國的重要資訊有關 但到現在都沒弄懂 不管如何 您在事件中的表現 是我遇見的最符合守護者證明的櫻木者 您的能力和判斷都毫無質疑 可以在這種時候遇見您 是我們王國的幸運 現在聖物已經拿過來了 馬上開始舉行典禮 我相信聖物也會為您的勇氣和能力所責服 公主殿下客氣了 嘿嘿我們只是做點小事 只要能夠包上你的忙就好 哇 你們是什麼時候來的完全沒注意到 當然是飛過來的 我們年輕的時候飛行能力也是數一數二 不然怎麼有能力輔佐公主呢 真是數不可貌相 喔 危難之時來訪的客人 突破事件的守護者 完好無損的生物 公主殿下這些和傳說體記錄的一模一樣啊 如果說我們王國終於能夠找到未來了 我們很快就會知道了 請把手放在聖物上吧 讓聖物亮起 宣告您即是此間王國的王國守護者 呃是不是好像亮度不夠 沒電了吧 我看看喔 也也許這些放太久你按不起來了 你看 蠟燭放太久的話就算點燃了 就很暗了 怎麼可能 所有細節都對了 怎麼聖物還是 公主殿下 我願如何我們至少成功把聖物取回來 就算這位客人沒有被認可 不 公主殿下 請讓聖物去旁邊待著吧 為我的王國而來的映牧者 理應由我的認可 公主殿下過去所有王國 從來沒有自己認可過守護者這個銅銜 那麼此後的王國就有先例可循了 旅行者派蒙上前 我以凌峰王國公主的身份宣告 旅行者和派蒙 即為此間王國的凌峰衛士 At your service My majesty 好耶 凌峰衛士 嘿嘿 聽起來是個好厲害的名字 感覺比平常守護者還要更厲害 但是這樣的話我們還是沒有找到那位守護者 使命也就無法完成 無法完成使命我們就會和自己的那些王國一樣失去未來 不用擔心我自然會處理 等等說到選拔出的守護者 宇哥堂那邊 我們那邊已經完成了 選拔出冠軍 對 你說那個跳超高的佛羅貝爾嗎 對 他們之所以舉辦那種比賽就是為了選拔前來拯救公主的冠軍 雖然西梅公主殿下好像不太需要被拯救 但如果想要找到能夠通過失戀的超厲害冠軍 那邊剛好有 應該說那邊有好多好多冠軍候選 等等 比賽就是失戀 冠軍就是守護者 竟然有這麼巧的事 那還真是 雖然跳遠和我們的事件不太一樣 但依照你們的描述 他們也的確是選出了最強之人 以旅行自己的使命 看來 有必要去宇哥堂那邊看看 感謝您的資訊 等等 公主殿下 那邊是紙哇 和我們都 都不同一種 而你們都是紙做的 那又如何 守護者最重要是內心而非外表 兩位大臣 您繼續在王國留守吧 我親自去一趟宇哥堂 守護者閣下 希望宇哥堂那邊的那位冠軍 如您一樣勇敢無畏 身手高強 這個至少身手高強絕對沒錯啦 只是勇敢無畏的話有待上去 您那麼一說 那位冠軍難不成是一位雀諾的強者 哈哈哈 那我更該親自去見見他了 這件事就這樣定了 去宇哥堂的話 最好帶點禮物過去 好 那我們至少做完成這個任務了 這個要怎麼救 需要幫忙嗎 求您幫我們一把 拉一下 是怎麼陷進去的 我們卡在下面好久了 叮叮 然後給了我們的金屬塊 決定整個王國的未來 所以我們這個任務又有後續的劇情了 我們先看一下喔 從 剛剛接的任務開始 我們就 先跑到了這邊來 處理掉事情之後呢 又跑到這個深坑來 也就是說這個王國後面的整個區域我們是完全沒有動到的 所以如果等下任務結束之後 我們要探索的話呢 就是把最後面這個伺服森林的最北邊 也就是以這個城堡為交界點喔 城堡後方的所有區域我們都還沒有探過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 我們應該也不用太擔心 遺漏的問題 現在我們就先傳到 傳回那個 傳回城堡 然後呢 繼續這個故事喔 他在下方 任務的話呢 還是希望完成比較好 胡蘿貝爾直接來了 好吧 這下我們真的全都糊塗了 大家好 我也來了 呱呱 是您啊 太好了 有您在我就放心了 謝謝您願意過來 守護者閣下 我們現在遇到一個很微妙的情況 難道胡蘿貝爾先生也沒有被順路認可 如果問題只是我沒有被認可為守護者 那反而比較簡單 該怎麼說呢 胡蘿貝爾先生的確是無庸置疑的挑選冠軍 但他所接受的事件是宇哥堂里的挑選比賽 被認可為冠軍時 也是由主委會宣告的 雖然西梅公主殿下的確坐在高塔裡 這片王國裡的確有一連串艱難試煉 但他明顯沒有被困住 更不用我跳起來拯救 而那些試煉 我就算再擅長跳也無法通過 那從來就不是為了紙娃而設計的 雖然聽起來差不多 但是完全對不起來 這該怎麼辦 要是我們也無法完成使命的話 從之前就聽到你們在說使命 弗蘿貝爾先生也提過這種東西 但到底是什麼呢 如果沒有守護者和公主的話 那繼續找不就好了 雖然在我們找不到 這裡也不會突然碰的一下突然爆炸掉啊 使命是我們王國存在的意義 也是拯救我們王國的唯一方法 而宇哥堂也是為那未不知道在何處的公主不斷地付出代價 一代又一代的冠軍默默老去 一代又一代的好手被人遺忘 我已經聽奧雷盧先生說過了 奮勇者空有壯志 卻只能無奈故去 這比王國的沒落更加殘酷 弗蘿貝爾 我曾經和你談過這件事 當時你說要再想想 現在 冠軍是不會退縮的 如果荷葉已然隨波讓前進 那我就會盡力操控 讓他不要在荷中心翻覆 我戴上了 蓮蓬環就不會 也不能拒絕這份責任 這無關勇氣 只是責任 奧雷盧先生 嘿嘿 我就知道我們的荷葉漂流沒有白費 會是冠軍 但 要是我真的翻了 你一定要把艾斯堂普叫來 他絕對比我擅長搞定這些 唉 其實他才是正牌的冠軍 為什麼最後是我踩上荷葉呢 哈哈 看來我們還要再多漂流幾次 您真是位有趣的冠軍 無論多麼全力以赴 但還是會覺得自己會做不好 您大可不必為此憂愁 畢竟現在您靠著自己的心來到了這裡 也單下了重任 您有著做出選擇 再隨著選擇大步前進的勇氣 至少在我眼中 您不遜於任何一位飛鼠 公主殿下 感謝您的包祥 也感謝您的信任 況且我也已經上了這邊荷葉沒有機會下來了 哈 為了如何 現在有這麼多好手香水 我覺得是時候去幽潭窟深處看看 薩伯蘭 蘇法師 就不要再反對我了 你們哪一次有辦法攔住我呢 哎呀 你們也放鬆一點 這是拯救王國最後線索 但是 之前那些進幽潭窟的公主從來沒有出來過 如果幽潭窟裡什麼也沒有的話 我出不出來又有什麼差別 但換句話說 如果幽潭窟裡真的有拯救王國的線索 那我即使出不來也不算是壞事 那個幽潭窟是什麼地方啊 怎麼公主殿下這麼嚴肅 沒什麼特別的啦 簡單來說 就是之前那些王國公主們尋求答案的地方 只不過知道他們的王國徹底消亡 那些公主都再也沒有出現在這個世界上過 再也沒有出現位置是 他們也消失了 沒有任何飛鼠知道 但我們很快就知道了 保險起見 順我也帶上了 說不定他們派上用場 好了 出發吧 各位 一位擅長廢行 一位擅長跳躍 應該不會被我甩在後面吧 真是有活力的公主殿下 這邊有沒有傳送點 有 記得剛剛有開 這個幽潭窟 公主殿下之前是不是帶我們來過 那時派門還有聽到奇怪的聲音 講說什麼 我只是聲音 不是生命 那個各位 其實我們紙蛙不太擅長在洞窟裡跳躍 沒關係弗羅貝爾先生 說不定我那時候聽錯了 我是聲音 但一個聲音不是生命 矛盾才能交會 交會才是對話 又說話了 沒關係 這些聲音不會傷害我們的 他們只會這樣哀嘆自己的過去 這些聲音是那些公主嗎 正確來說是既有公主又有王子 他們的共通點是 都來自一個悄然 已然消亡的王國 他們來這裡尋找答案卻一無所獲 只能留在這裡 徒勞哀嘆 你很了解這裡 不愧是衛士閣下 一下子就抓住了重點 沒錯 自從我即位後就經常來到這邊 畢竟 而之前那些公主與王子相比 我並沒有什麼出色的地方 指望齊齊突然降臨 尋找到真正的守護者 也未免太過痴心妄想 但為了王國 我至少必須四處尋找完成使命的方法 不然就這樣看著王國走向消失 於是我四處尋覓 但卻一無所獲 最後我才將目標鎖定在優坦庫上 因為這個洞窟的情況始終沒有調查清楚 同時也顧及到薩伯蘭和蘇法師 他們的身體和嗓子 我一直沒有進去 現在為了王國的未來 也為了那些老去的冠軍我不得不去了 公主殿下別怕 有超厲害的旅行者和超能跳的弗洛貝爾先生在 我也會飛 無論出現什麼情況我都會保護你的安全 對吧 旅行者 弗洛貝爾先生 At your service, my majesty 可以吧 可以嗎 應該可以 但說真的 在洞窟裡真的不好起跳 沒關係冠軍先生 我們還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可以做準備 畢竟 我們必須先想想怎樣才能進去 也許 這個可以派上用場 這裡有水流區要控制喔 水青蛙是可以控制的 我們先使用 喔喔 這樣就可以讓那些水柱降下來了 然後我們要先 讓他生 讓他有起床氣 然後呢這個時候 飛過去 好 這樣就開了 來吧各位我們該進去看看了 我覺得這周周 冷收周的 氣氛很怪 不過還好周圍沒有奇怪的東西 等一下 墻上似乎刻了什麼 好像是一篇故事 新手設下的失戀在王國中等待著守護者的公主 這個故事我好像在王國紀錄裡有讀過 傳說中那個王國的守護者遲遲沒有來 資源馬上就要消耗殆盡 於是那位叫做西澳雅的公主 做出了個決定 他讓全體國民先入沉睡 封印了除了高塔外 的所有王國領土 只留自己在高塔上等待守護者 這很像什麼那個 長髮公主加睡美人的故事嗎 那這位公主電啊最後是 他還是沒有等到守護者 點擊上記載 他最後獨自來到了幽潭窟 從此在世界上消失 這位公主的確十分勇敢 但我並不認可他的做法 依我看 與其一昧的等待又讓國民沉睡 還將王國徹底交以未知的命運擺佈 反而不如自己主動初級號召所有國民齊心協力 一起尋找守護者 這樣的話 即使最後依然難逃厄運 至少也能坦然面對一切 就像這故事最後的這句話 故事尋規道舉 往復來回但每一篇都印到自己的路途 殿下 您先別做這種心理準備 我們還沒走到底說不定真的可以找到什麼關鍵線索 抱歉我失態了 各位我們繼續去周圍看看吧 看周圍的情況我們似乎還沒有完全通過這個幽潭窟里的試煉 總覺得這幽潭窟的氣氛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樣 提高警惕慢慢前進吧 這底下還有一段故事啊 我們先看一看吧 一個用於道別的體系再明顯不過 然後就看不清楚 腦輪之處在於其有理有據顯而易見 嗯 斷句 劍鬼 荷葉和露珠啊 這個故事怎麼會刻在自己的牆上 你看到了什麼 這上面刻著的故事寫說很久很久以前有一隻想要擁有一對翅膀的紙蛙 他向女神祈禱女神告訴他只要你跳的比所有紙蛙都高就可以擁有一對翅膀 你應該要去喝Red Bull 等一下 都跳的比所有紙蛙還高了他還要翅膀幹嘛 也許只是誇事吧 不 這位冠軍 明確記錄在俗委員的名冊里 他叫做西部雷旅 連續七次奪加冠軍 具有無蛙能抵的統治力 他的標誌就是一對用荷葉做成的翅膀 在當時被譽為非裔的西部雷旅 連續七次 弗羅貝爾先生那個我聽說你也連續拿了好幾次冠軍 我 我也拿了七次 艾斯坦普拿了六次 但我是絕對比不上這位冠軍的 那些前輩們可是在沒有任何經驗的情況下獨自摸索 我們這種後來的之所以能夠跳更高 只是因為我們是從這些前輩的背上起跳的 又開始了習慣性貶低自己 那那位冠軍後來怎麼樣呢 不知道 組委員的記錄中 西部雷旅最後的一次跳躍比賽拿到第二名 那也就是說 是的 西部雷旅不能再承擔迎接公主的任務 他也宣佈自此 自己就此退役 他對自己的朋友說他不知道跳躍比賽的意義何在 再找到意義之前 他不會再參賽 然後他就再也沒出現了 就像那些王子和公主一樣 這位冠軍在某個時間點就從世界上消失 對 這故事實在不能算是好預兆 等一下 這邊故事的最後也寫著那句 故事循規道局往復來回但每一篇都應當有自己的路途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還是先專注眼前的難題吧 不曉得這個難題最後會帶我們到什麼樣的地方去呢 這裡面是什麼 看來這個洞窟並不打算直接把答案交給我們 而是要想看看我們能力 好事的確總是需要經歷破三者 好吧繼續 感謝你那我們就去看看最後的事件吧 這樣就會累了這樣有什麼好累的 這要到有趣的地方嗎不是嗎 這下怎麼辦 然後我想一下 他就往上吹 所以 這意味著我們需要 OK這樣可以 我知道了 這個也要開 這個也要開 然後我們要讓他往上升 好這樣就可以順利的飛了 我們要稍微瞄好 我們要稍微瞄好 成功了 還好沒拖各位的後腿 這些蠟燭是什麼時候亮起來的奇怪 好耶這樣就算是通過一段試驗了吧嘿嘿還蠻順利的 我已經是只能說是熟人生巧了 您的身手還真好 要是我也可以有您這樣天賦就好了 得意 咦我好像天見了什麼動靜 富士尋到貴局往復燃回 但每一篇都應該有自己的路途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隻想要擁有一對翅膀的紙蛙 他向女神取導 女神告訴他 只要你跳得比所有紙蛙都高就可以擁有一對 很久之前有位公主殿下在王國中親手設下試煉 他等待了兩久守護者 你就在 就一定在何處 哇 搞紙說話了 在這世界裡好像也沒什麼好奇怪的 又是一位紙蛙如我一般 又是一位無用的冠軍 又是空耗的年華 無用意摔朽的雙翼 你難道是 我是被真面的露珠 立正南非的翅膀 西部雷屢之名 以非我能承擔 很容易見到你 西奧牙公主殿下 所以就是那些故事的主角 我也很容易見到你疲憊的手稿 又一位陌生公主殿下 他們就是之前牆上的故事裡提到那些冠軍公主 剛剛講過的 看來只是兩份手稿 很容易見到兩位 您在這個洞窟裡已經聯繫良久了 現在也應當知道我們的來意 公主殿下您找到答案了嗎 我們要追尋的守護者究竟在何方 偉大的冠軍 你知道我們職望應當拯救了那位公主在哪裡嗎 你們回去 吧 回去 這裡沒有答案 只有問題的問題 沒有河流在等待 河葉並非為了我們而存在 並非為了我們而存在 池塘從來沒有櫃冠與公主 故事尋到 尋規道局 往復來回 這無謂的期許 往復何時終結 等待吧 這裡沒有答案 只有問題的問題 畫下筆記的筆 中未落下 命運的末早已甘河 守護者與句號就不會出現 直到現在 但每篇都應當有自己的路途 這是命中莫名的期望 路途何時開闊 開拓 他們在說什麼聽不太懂 就是沒有結局的故事啊 然後呢 就這樣子 所以就是只能空等 怎麼這樣 沒有河流在等待 河葉並非為了我們而存在 這簡直就在說我們與歌堂已經 守護者與句號都不會出現 不會如何現在還不是下定論的時候我們還沒完成試煉 好吧 比賽還沒結束就灰心喪氣的確說不過去 先搞定吧 打起精神來 說不定接下來會有意外收穫呢 再來是 喔這樣的話就把他吹過去了 這樣子 這邊要讓他降下來 然後 開啟 讓他往 上吹 好 然後最後我們要站在那個河葉上 首先先這樣飛過去 OK OK 要不要我沒東西 這樣我們應該就算是通過所有試煉吧 試煉通過了但好像什麼也沒發生 我拿過來的生物也沒反應 難道我們真的要在這裡一直等 但我們到底要等什麼 總不能等有哪位神明大人突然給我們起事吧 我們願做的只有等待我們能做的也只有等待 等待是意義未來是未知 這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剛 而且還一直要我們等到底要我們等什麼 或許他們也不知道所以 他們就一直等到現在 我們是無處可歸的回生 不存在的 不存在的存在 空白來斷章 你們也一樣 與我一起同歸歸處 故事群歸道局 往復來回 每一篇都有自己的路途 喂 你們這些紙 怎麼會紙會叫我們等呢 公主殿下 等待什麼也沒有用 原來是這樣 我果然沒來錯地方 尊敬了西奧雅殿下 我已經得到答案了 各位殿下 我們就先行告別了 感謝各位殿下的身體力行 讓我知道了 幽坦哭裡 並沒有答案這件事情 我來的時候還擔心 要付出什麼重大的代價 才能夠從這裡找到 拯救王國的方法 結果幽坦哭裡 只有一堆用等待 欺騙自己的 舊稿子 真是太好了 看了希望在別處 未來是未知 等待是意義 不 未知才是意義殿下 等待只會帶來等待 我可不用這種方式 拯救王國 如果守護者不來 我就去找 如果在我王國找不到 我就去世界各地找 如果這個世界裡 都沒有守護者 那我就去世界之外找 即使我的王國 終將被劃下句點 那我也要看著 那這筆該如何落下 羅門盲目 焦躁 輕狂 無知 淺薄 不耐 放肆 無理 隨各位殿下評價吧 但各位剛剛也看過了 故事循規道局往復來回 每一篇都印到我自己的路途 如果各位的路途是在此苦等 那我的路途就是繼續前進了 那個我是不是該說點什麼 如果可以 我也想和公主殿下同行 喔突然提起乾淨了嘛 畢竟如果我幫助殿下找到守護者 那也算是一種拯救公主 我是宇哥堂的冠軍 就算是為了宇哥堂 我也要繼續履行職責 您願意協助的話 那我代表整個 林峰王國的巷靈 致謝 當然 我還要去徵求主委會的意見 特別是奧雷盧 和埃斯堂普 你們知道的 我總是會出差錯 我們的超級冠軍 相信你 那接下來 欸公主殿下 你旁邊的生物突然亮起來了 什麼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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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們就直接 跑輕鬆吼飛起來不对 對 那個生物為什麼突然飛起來 突然發亮了呢 每一篇東西都有自己的路途 以為他這個意思 他好像弄懂了什麼 但我還沒懂 哇 好漂亮 又來了 你還沒懂嗎 這招著長沫 領袁 要被刷的話 這招著長沫 領袁 宮尼古 這招著長沫 天下沫 耘下山 這邊很遠 其實不中彆 以後有天 山羊 是由你屈敞了 和我 想要是在沫派 天下 但是像是enez敬天的山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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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